不論是否真的影射曾慶紅 最近中紀委抨擊清朝末年慶親王的文章呢 顯然已經對這位過去的中共國家副主席產生了影響 曾慶紅的前秘書施之紅5號在回答媒體提問的時候 掏出事先準備好的講稿 主動高調提出這種傳言 不過他的講稿也同時透露出了其他的信息 我們一起來看看下面的分析 3月5號中共政協委員 政協社會合法治委員會副主任施之紅 就反腐敗問題回答媒體記者提問 在場的記者形容施之紅拿出準備好的稿件大聲朗讀 情緒略有激動 大陸財新網把施之紅的採訪音頻單獨上網 並配以施之紅舉國敬猜慶親王可笑之志的標題發表 中紀委網站近期刊出的文章 大清裸官慶親王的作風問題 引發民間和媒體敬猜是影射曾慶紅 曾經擔任曾慶紅秘書的施之紅 在這次準備好的稿子中 用了很大一段來針對海外媒體對曾慶紅的猜測 施之紅說 有的海外媒體在沒有根據優位獲得大陸有關部門 未料的情況下 硬要搶先爆料 抓住中紀委網站一篇文章 點名某一個清朝親王的名字大作文章 竟相猜謎 不過對於記者追問傳言好多都是證實了 施之紅也承認 傳聞是遙遙領先的預言這句話他看到了 但這是黨早就已經立案 還沒有公布的程序過程中 被一些人泄露出去 是盡人節知 大家你懂得的問題 蔡新王隨後又用施之紅 打大老虎不是傳說為依據的標題 將他的錄音整理成文字刊登 還開通了評論 引來網友打趣事的評論不斷 有的說 本文的意思是 我都說是他了 你們不用猜了 亞洲新聞週刊總監黃金秋說 財新網的這篇文章 讓他想起公布周永康前 財新網用周永康的小名 周元庚的名字透露出來的信息 反腐這個運動怎麼樣怎麼樣 那可能真的要通過這件事情 更加證明反腐的決心是不可動搖的 反腐運動也是要持續的 那麼所以就可能會把這篇文章 他的引導 就可能真的引導到 他要打到再一個大老虎身上去 除了高調批評對慶親王的猜測 施之紅就反腐準備的回答 也被解讀出其他的含義 施之紅在稿件開頭讚賣了一下反腐 第三段就詳細羅列了 反對反腐的所謂六論 他說 包括反腐自黑論 殺傷經濟論 反腐過頭論 打虎誤傷論 反腐無用論 反腐拐點論 但在後面的文章中 施之紅並沒有一一駁斥或抨擊所謂六論 黃金秋認為 這六論不是隨意回答記者 而是事先準備好的一套非常詳細系統的觀點 當前也確實在流傳這種說法 而習近平和王岐山試圖通過財新網 給海內外傳達另外一種信息 雙重的身份 所以它就有點尷尬 財新網來給海內外的原位傳達一種信息 那我們的反腐運動應該說也受到了一些阻力 他們肯定有個希望 大陸時政評論員陳明慧指出 今年的兩會暗濤洶湧 往年兩會的服務員都是女性 今年的服務員卻是男性 更像大內高手 陳明慧說 習近平打虎運動已經齊虎南下 要麼把老虎打死 要麼被老虎吃掉 而最大的老虎就是江派